他是台灣的江浙菜名廚李洪榮 他為了追愛 特別去四川把川菜精髓 學了個仔細 在李洪榮一旁 隨時補上食材 遞碗盤的 就是他的太太朱沙平 當年一個是廚師 一個從事的是藥品銷售 兩人背景八竿子打不著 朱沙平甚至是食指不碰陽春水 我以前真的 真的連米飯都不會煮的人 第一次下廚 我炒了一個番茄炒蛋 我以為我自己炒得很好吃 結果那個番茄炒蛋是苦的 小夫妻的生活甜淡自得 卻沒想到突如其來的 一場即興心肌梗塞 讓兩人面臨生離死別 他說幸好你們來到急診 不然你晚個十分鐘 倒下你再送來 他肯定的救不回來 因為他是三條主血管 全部堵 我一下子就整個人就 整個灑掉知道嗎 就是六神五福啊 鬼門關前走一遭 李洪榮決定要開辦廚藝工作室 大病出獄還在勞心勞力 讓朱砂坪萬般不捨 想幫忙踩砂車也沒用 最後決定轉身全力支持 還有嗎 因為我太愛他了 我當初在心裡喜歡說 如果老天爺還我一個健康 就是還能夠再那個展現他的廚藝 我會無天間的去支持他一些東西 為了袁先生的創業夢 就算冬天冷水洗菜手動的家 夏天悶熱汗水直流 甚至被熱油噴見燙傷 他也甘之如魚 有些創業了 然後開了店了 看到他們成功就很有成就感 就覺得說我老公好偉大 對朱砂坪來說 看到先生能夠完成夢想 也像自己圓夢一般非常滿足 但是風味沒那麼好 那可以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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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